青年团体利用贴纸把行政院变成功德院 青年团体提供分享 行政院公车站台遭民众改名为功德院 侠管单位台北市交通区认为违法 抗议的青年团体则认为是言论自由范畴 数十个青年团体昨天晚间将台北市内捷运站 公车站台的行政院路标贴上贴纸改为功德院 讽刺行政院长赖清德日前对掌照原作功德的说法 赖清德一扫回应媒体对此行动的询问 经表示有创意不以为意 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下午进一步解释 赖清德的不以为意是不予追究的意思 台北市交通局公共运输处大众运输科则发布新闻稿 认为贴功德院的行为影响占民辨识度 侵犯达成权利违反著作权民情法相关规定 台北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将严议委请律师以为权益 参与功德院行动的反教育商品化联盟代表谢一红受访表示 赖清德身为行政院长不思考如何提升心思 却还要大家忍耐做功德 青年团体才会透过行动嘲讽 谢一红认为赖清德一扫回应不以为意的说法非常冷血 对于台北市交通局里提告 他则认为是言论自由范畴 青年团体发起的文化干扰行动却动辄被追究 而行政院继续视而不见 会号召更多青年响应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